马娃台风和台湾擦肩而过 没有侵袭台湾 但是外围环流为北部地区带来了丰沛雨量 除了宝二水库满库一流之外 最大赢家是石门水库 带来了3500万吨的入流量 犹如大进步 而这一波降雨满足了北部地区灌溉以及民生用水 有机会摆脱缺水危机 马娃台风已经远离 但外围环流为北台湾带来丰沛的雨量 这一波可说是进账不少 北水局统计从5月30号早上7点到6月2号早上7点 北部水库累积净流量5800万吨左右 除了宝二水库满库一流之外 北翠水库也增加了1600万吨入流量 蓄水率达54.7% 其中最大赢家是石门水库 增加3500万吨入流量 如同大进步 至于石门水库的部分 累积降雨量也来到134毫米 那在今天早上的6点 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来到1.011吨 也就是破亿 马娃台风未过境台湾 却为北部地区解决了水荒之苦 满足农业及民生用水的需求 目前的整个北部地区的水情 除了可以顺利一起做公贯之外 各类用水供应也能够稳定 那北水局下一阶段的目标 他就是希望利用每一次降雨 能够把水库尽早的蓄满 石门桃源与新竹一起到座 公贯预估可以到6月底 经济部中央旱灾应变中心 已将水情灯号降为蓝灯 目前稳定供水 彻底摆脱缺水的危机 小终其 高隙 跌脱缺水